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内宇封面TOP大比拼 各家粉丝积极发言 但这个比拼写着王一博 大概率是因为王一博后来的杂志全都限量 故而内宇已经有很久没有听过有关王一博杂志的传说了 王一博一个在内宇杂志销量中前十战期 记录破完挥挥手挽起限量5万秒切的男人 一个如果杂志不限量可以罢榜前十的男人 内宇是真的很爱拉所有艺人进行大比拼 今天是古风美男 明天是红毯美女 不是银发斯曼男 就是杂志封面TOP 但凡是能够引起两个及两个以上艺人粉丝讨论的话题 内宇永远少不了 只不过有些话题是真的见仁见智 单从样貌上来看 审美这种东西本就是千人千面 即便是形容帅哥的吴彦祖彭于彦也依然有人 Gap不到 但很多人觉得显示气低配的黄博 却总有人觉得他有一股脾帅 故而 真正能够引起艺人粉丝广泛讨论的还的是正儿八经 能够拿得出手的数据 譬如内宇艺人封面TOP是王一博这件事 2020年2月14日开售的时装男士 王一博凭借876888册 销售额破2500万占据 第一 2020年2月12日开售的时尚 Cosmos 王一博凭借66万册 销售额破1320万占据 第二 2020年3月30日开售的 Super L 王一博凭借367127册 销售额破1240万占据 第三 2020年4月10日开售的 Magazine 王一博凭借259222册 销售额破1235万成为第五名 2020年5月15日开售的家人 Marie Claire 王一博凭借304047册 销售额破1216万成为第六 2020年11月4日开售的 Vogue Film 王一博凭借245,726册 销售额破982万成为第八 2020年4月8日开售的 制足GQ Style 王一博凭借225,324册 销售额破890万成为第九 内娱实体杂志刊物销售额中 前10名王一博就占了7位 并且这7本杂志间隔的时间极短 甚至有相隔两天的 但王一博的影响力依旧是 将杂志做到了销售第一 第二的位置 并且这个数据至今无人打破 王一博的成就至今还是前10战期 当然 如果不是后期王一博的杂志全部都限购的话 相信这个数据可就不是如今这副模样了 而是内娱实体杂志刊物销售额王一博前10战时 说容貌 会有get不到王一博的路人出来反驳 说电影 会有拿票房没有达到20亿30亿的黑子们出来说是 说红毯 内娱艺人粉丝几乎人手自家正主的红毯照 倒也没什么稀奇的 但这针金白银的数据摆在这里 别的不说 内娱杂志封面这一块 王一博绝对是实打实的厉害 即便其他家艺人再如何吹嘘自家真主的表现力 可这销售额摆在这里 他们表现得再好 怎么销量这么颤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